当时我下去查看 发现的驾驶员已经在那个驾驶车坐 不省人事 我赶紧就是赶回到车上 问那个外地游客 有没有懂医护的人员 有两名姑娘跟我一起下去 发现这个驾驶员脸色黑紫 已经没有脉搏和心跳 我们根据当时的紧急情况 轮流对驾驶员进行不间断的心脏复苏 直到救护车的赶到 这时候驾驶员已经开始 已经有了一定的生命体征 开始有了呼吸 石头落地了 太放松了 跟这个外地游客沟通一下子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我们一块完成了人员的救治 救活了一条生命